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中国国内被认为是亲商的实干家 不惧怕挑战共产党统治的边界 党内的知情是表示 但他也是一个习近平忠实的拥护者 在需要的时候会有效而且积极的执行北京的政策 但是问题是当李强进入他的新角色的时候 哪一面将占据主导呢 文章说此前李强曾经是习近平的贴身助手 一些中国的商界人士和学者表示 李强的履历表明他可以对习近平起到某些缓和作用 促使这位中国领导人放松强硬的政策 比如对新冠清零的态度 以及对科技企业的打击行动 这件事表示 李强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 与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科技大亨保持着密切关系 并且在习近平去年打击民营企业的时候充当过中间人的角色 他也是少数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开发的新冠疫苗 而不是中国自己开发的疫苗的高级官员之一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李强还是与习近平保持了一致 在上海他实施了中国今年最为严厉的封锁措施之一 虽然此前他曾经试验过较为宽松的做法 文章说中国主要的股指和人民币的汇率上个星期大幅的下跌 此前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刚刚宣布了他的新领导班子 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担心 以忠诚为标准组成的团队将减少政策的讨论 并且增加重大决策失误的风险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的四名新成员当中 有三个人曾经在习近平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与他共事 其中就包括了李强 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有过长期对话的中国欧盟商会的会长伍德克 他表示李强对于该做的事情有很好的主动性和良好的直觉 但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非常的忠诚 最终并没有遵循自己的直觉 习近平想要一个没有意见分歧的团队 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 因此伍德克表示 外国企业必须为不是面向经济 而是面向稳定和控制的政策 以及财富分配更倾向平等做好准备 文章说 与李强有过接触的一些人表示 他们认为李强与习近平的亲密关系 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初 这意味着他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尝试新的想法 比即将离任的总理李克强更有影响力 习近平很明显排挤李克强 他们认为习近平对李强的信任 意味着习近平可能愿意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他 这样习近平就可以更多的关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些领域 习近平曾经插手与政府有关的大小事物 但有时他似乎对世事必公卿感到厌倦 他多次的批评那些拖延决策 或者是在毫无成效的官僚事务上 花费太多时间的官员的行事主义 2021年1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有些人只在党中央指示下才会采取行动 他抱怨表示 许多官员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复杂的问题 如果他不发出这么多的指示 事情就不会有什么进展 相比之下 李强以洞察习近平含糊甚至相互矛盾的要求 将其具体化为具体政策并付诸实施的能力而闻名 作为一个缺乏国家治理层面经验的官员 李强的快速晋升让许多观察人士感到惊讶 他们之前猜测 李强的职业生涯因为他对上海发生新冠疫情的严厉封锁 招致民怨拖累中国经济而脱轨 李强很有可能在明年三月份的中国全国人大上 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新一届的总理 长期担任中国经济政策相关方面的美国顾问 罗伯特·库恩表示 此举表明习近平仍然认为鼓励创业和创新很重要 库恩自2006年以来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多次的对话 并且多次与李强进行了会面 库恩回忆表示 在2016年的一次会议当中 他与李强深入探讨过创业的问题 库恩说李强谈到如何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创业环境 他认识到竞争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李强分享了他对政府如何建立一个高效有竞争力的体系 让企业家更容易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一位在2000年代初与李强有过交际的企业家表示 李强与所有人都相处融洽 包括那些职位比他低的人 李强曾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的办公厅的主任 这位知情师表示 李强在习近平的官邸里面保留了一间小卧室 习近平工作到很晚的时候 他经常就住在那里 这位知情师还说 李强表现出了独立思考的倾向 当他认为这符合党的利益时 他会思考并承担风险 不过他在选择战斗时很谨慎 文章说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新冠疫情开始爆发 习近平坚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李强最初在上海则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 尝试有针对性的封锁 同时尽可能的保持城市的大部分区域的开放 将经济混乱降到最低 据知情师透露说 李强咨询了医学专家科学家和国际公司 并倾向于学习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然而当疫情恶化 最高领导层决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的时候 李强很快就采取了行动 李强带领上海市政府帮助许多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的公司 包括特斯拉恢复生产 通过引入闭环系统 让工人们睡在工厂里面 以避免接触到病毒 特斯拉在六月份的业绩报告当中表示 上海公司创下了公司历史上最高的单月产量 特斯拉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文章表示 习近平迄今尚未批准外国生产的新冠疫苗进入中国 也没有对这一决定做出解释 研究发现中国的疫苗大多采用的是传统方法来制造 效果不如西方公司开发的新技术的疫苗 专家们建议使用三剂疫苗 以充分的预防重症和死亡 根据政府的数据 截至到10月12号的时候 大约90%的中国人接受了两剂疫苗 据知情室透露 李强曾经就信式核糖核酸技术 与医疗专业人士和公司高管进行了交谈 并且支持德国生产商 德国生物科技在中国争取北京批准其疫苗的努力 德国生物技术于2020年的12月份 同意与上海复兴医药集团来合作 根据知情室透露说 尽管北京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打压 但是李强在管理了中国一些 最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地区之后 仍然与成功的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知情室说一些企业家向李强寻求建议 李强在与中国高层领导协商问题时充当中间人 而一些知情室表示说 今年早些时候 李强还建议中央政府放松监管的措施 随着中国努力应对经济放缓 新监管措施的力度有所下降 但是尚不清楚李强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章说2016年李强出任江苏省委书记 到任后不久 他安排与包括马云在内的知名浙江企业家 与当地商界进行互动 鼓励投资 阿里巴巴没有回复相关的置评的请求 文章说当地的媒体援引李强的话说 私营经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 是一个让人民富裕的经济 李强在2016年为阿里巴巴的一位高管 撰写书的提叙时表示 马云是他最喜欢与之交谈的人之一 第二年李强进入了政治局 并且被调到了上海担任市委书记 这个职位被广泛的认为是通往更高职位的跳板 许多商界人士认为李强是一位相对自由的政党领袖 他更喜欢讨论商业交易 而不是政治 一位来自国际投资公司的高管 曾经与近十几名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他回忆起2017年与李强就业务扩张进行了一次会面 这位知情师表示 虽然当时大多数的中国高级官员都会引用习近平的话来开始对话 但是李强不使用政治术语 而是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都在探讨商业的问题 这位知情师说 这表明李强对自己与习近平的关系很有信心 他不是典型的中国政客